以希杰的末世预言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 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 上次我们提到 上帝给以希杰先知 看到一幅好吓人的景象 还记得吗 那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 就是在一大片的荒原上面 散布着满满的海骨 到处都是干枯的骨头呢 一点生气都没有 可是天父爸爸却问以希杰 这些海骨能不能恢复 变成有血有肉的活人呢 以希杰只能回答说 那就要看天父的旨意了 接下来天父就要开始 他对着这些枯干的骨头说话了 对这些已经死去的 只剩下骨头的人 以希杰能够说什么话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天父上帝对以希杰说 去向这些海骨说预言 告诉这些枯骨 要开始听天父爸爸的话 说我 至高的上帝对他们说 我要吹一口气 进到他们当中 让这些枯骨再活过来 天父要让他们重新长出筋肉 皮肤也会自动长出来 接着 我会再吹一口灵气 进到他们长好的身体里 使他们可以真正的活过来 到时候 他们就知道 我才是真正生命的主宰 于是以希杰就按着上帝的命令 开始说话 就还在说话的时候 就开始听到 从四面八方 发出嘻嘻缩缩 烧动的声音 这些散落的骨头 居然开始自动的连结了起来 组合回来 身体应该有的样子 等到以希杰讲完话 抬头仔细看这片荒原的时候 那些筋骨就开始生筋 长肉了 有的连皮肤都开始合了上来 只差还没有呼吸 可以开始行动 这时候天父上帝 又要以希杰对着风说预言 要他们把属灵的风 从四面八方吹过来 吹到这些身体里面 让他们活起来 以希杰就照着说话 那四面的风 就带着灵气 从四面八方吹过来 吹进那些 站着还不会动的身体 那批就好像 一大队的军队的身体 随着灵气吹到身体当中 一个一个都开始跟着活了过来 这场神奇的复活神迹 就在以希杰的眼前出现 可惜圣经没有描述 他在现场到底有多么的惊讶 可要是夏芬哥哥看到 可能嘴巴都长得大大的 后面天父爸爸再说什么 大概都听不见了 以希杰虽然是惊讶 可是他可是十分镇定的 他等着天父告诉他 这一幅景象的意义 天父上帝就开始对以希杰说明 这幅景象要表示的是什么 天父说明这些枯干的骨骸 就是以色列人自己 他们觉得自己都已经死透了 一点复活的盼望都没有 什么迹象都看不出来 是一个绝望的民族了 可是现在以希杰可以去告诉 这些绝望透顶的以色列百姓 让他们知道上帝是这样说的 而天父上帝要打开他们的坟墓 把他们从死亡当中带出来 再次回到以色列的土地 经过这样的复活的过程 百姓们才会重新认识 他才是真正的上帝 这些以色列百姓 也能够再次的领受到 天父上帝给他们的生命 回到自己的土地 而且分裂已久的犹大和以色列国 也将要再继续成为一整个的王国了 这时候上帝又得以希杰说 你再去拿一根木棍来 在上面写上由大王国几个字 然后再拿另外一根木棍来 在上面就写上以色列王国 然后把两根木棍的两头 接在一起 当作是一整根木棍一样 天父上帝就继续告诉以希杰 到时候百姓会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要告诉他们 因为至高的上帝 要把代表以色列 和代表犹大的木棍 重新组合成一整根的棍子 就是将来 这些四散的百姓 不再分为南国犹大 或是北国以色列 他们都要变成一个国家 不再分裂了 在新的国家当中 里面的百姓都是天父亲身 拯救回头的这些百姓 而过去的那些罪恶 他也都不会再跟他们计算了 大家也不会愿意再去犯罪 还有他们会有一个像大卫那样 专心信靠上帝的君王 来管理和保护他们 百姓们也都会重新活在 跟上帝新的约定 还有神的保护和和平之中呢 小朋友 刚刚听来 那番以色列的国家要重新复国 又在上帝的手中 不再分以色列和犹大 加上 还有一个神奇的君王 来统治他们 讲到这里 其实已经不止是像 在讲现在复国的以色列国 更开始的往更远的未来 是上帝亲自统治的国度那里去谈了 因为接下来谈到的国家战争 是对于有一个叫做哥格的国家 他要被上帝亲自的挑战和处罚 还加上后面还提到的哥面 和北方的陀加玛的军队 还有许多没有听过的国家 这些各国的军队 上帝要他们如何的去准备 然后将来要清洗以色列的城镇等等 他们都会来抢夺 以色列国拥有的财富 而这些带头开始攻击以色列国的国家 也将要被上帝 用瘟疫和流血的战争等等的灾难 来处罚他们 而这些描述 都很像启示录里面的末日的景况 所以有一些人说 这里就像是上帝对于末日的情境 先特别讲给以西姐他们听了 而正在告诉那些属于上帝的百姓 要记得我们都要住在上帝的国度里 将来都不再分彼此了 而那些对抗上帝的人 看起来好像十分的强大 可是他们面对上帝的责罚 是毫无招架之力的 这些属于天父儿女的百姓们 会在新的国度当中 看到上帝的公义 信实和良善 天父用对以色列的怜悯 来告诉世人 只要真心后悔 愿意改变自己 信靠天父爸爸的都在神的心的国度当中 受他的保护 也可以更真实地认识创造我们的天父他自己呢 接下来到了他们流亡的第二十五年 就是耶路撒冷被攻破之后的 第十四年正月的初十日 天父的能力又来到了以西结身上 带着他回到了以色列这块土地上 把他放在一座高山 这时候以西结看见眼前 仿佛有一座很大的像城池一般的建筑物 其中有个人 他全身像是铜座的发着光芒 手里还拿着麻绳和木齿 上帝要以西结仔细地看这一切的景象 还有他所说的话 将来都要告诉以色列人 就看着那个发亮的人 到处量着城和当中圣殿 各个建筑的大小 还有当中的雕刻 以及还有好多的礼仪正在当中进行 当他们到了朝东的门的时候 以西结就看到上帝的荣耀 又再次从东方的山上走回了圣殿当中 以西结记下了圣殿的恢复 然后又看到当还有指定的人 这些在当中按着许多的规矩来侍奉上帝 又重新分配给各族应该有的产业 君王和百姓都在当中尽心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按治首节都有一定的规矩 其实这些都是有天父爸爸特别的寓意在当中的 其实开始对于未来上帝的国度 有好多不太容易懂的预言都在这最后的一小段里 关于这整个圣殿和恢复献祭的景象 其实都在告诉以色列百姓 也告诉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 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会住在上帝的城中 而那座城的名字就叫做天父在这里 他是和百姓一起住着的呢 小朋友 以细节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了 接下来这段流放的日子里面 上帝可不是闲着没事哦 还有很精彩的故事要告诉你哦 别忘了在救恩之声的网站 有我们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 欢迎你在上面留言 更别忘了要继续收听 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了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是要小还小还我我我我 耶稣是要小还小还我我我 爱小还小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要小还小还我我我我 耶稣是要小还小还你你你 耶稣是爱上爱上爱你 爱上爱上你 完全追究你 耶稣是爱上爱上爱你